中央网信办、工信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 25号联合发布公告 决定今年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涵盖电子商务、地图导航、快递外卖等多领域 公告明确 APP运营者不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不以默认、捆绑、停止安装使用等手段 变相强迫用户授权 中交协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100款测评的APP中91款都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问题